在奧斯卡当中 入围了三项的关键少数 在台湾也上映了 其实就在小年爷的今天 总共华语片 羊片 大对战 11部电影同一天上档 刚刚提到羊片的部分 那在国片呢 包括了诸葛亮的大调歌 魏德胜导演的 52赫子我爱你 还有舒淇的健忘村 其实就要看到时候票房公布 到底谁会是大赢家 过一天王诸葛亮连续七年 抢攻贺岁党 诸是幽默充满喜剧元素 不过今年竞争激烈 好几部都抢在26号这天上映 对爸爸非常有信心 因为这次爸爸身兼多职 然后这个剧本也是 从鸡排英雄之后 就开始一直酝酿了 那阵容也非常的坚强 有影帝又有影后 诸葛亮女儿谢晶晶 旧好友挺老爸包场看电影 今年难得几部贺岁华语片 同样都是音乐喜剧元素 抢在同时间上映 包括魏德胜的 武蛇赫兹我爱你 还有舒淇的健忘村 三部更是分别在上映前戏连三天 轮流半首映 还有成龙的功夫瑜伽 也要参一角 光是华语片就有四部 洋片有七部 让粉丝根本不知道该从何看起 二龄古堡吧 密拉乔纳维七月 关键小数 这个我倒是因为 我一直有注意到它 所以有就可能想到会去看它 52 Actually I love you 因为这魏德胜导演拍的 民众想看的不止一部 包括蜜拉乔娃围棋系列电影 二龄古堡 还有被奥斯卡三项提名大奖的 关键首数 以及小班的弟弟凯西艾弗列克 主演的海边的曼彻斯特 另外还有动画片海洋奇缘 东西洋贺岁片总共十一部 都在二十六号上映来拼场 就看谁是农历春节的人气王 听玉米斯新闻 吴迪玉神警 听不懂 永远 不捷选择